啊 抓到了啊 你抓到了啊 是男的女的 男的啊 她是自己抓到的吗 肯定有 她一下就抓到了 不是 人家为啥给你 她说我干扰了 看着我干扰了 好 昨天晚上带我女儿去游乐场 有一个她特别喜欢的娃娃 抓了二十多回 就是抓不到 没想到被一个路过的日本人看到了 人家就自己抓出来 然后送给了我女儿 我认识很多在国内的朋友 他们觉得日本人 好像都是变态狂魔啊 觉得生活在日本 是件很恐怖的事情 然而在日本的这些年 我感受到更多的 却是人性当中美好的那一面 所以对一个国家的认识 千万不要只停留在影视剧里边 等疫情过去了 来日本看一看吧 来日本看一看吧 给你